冰冻了两年之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真的能够再迎艳阳天吗? 两年多的时间,咱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房子是不好卖了。 我想,过去两年,我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了投资者教育, 让一整代中国人对房价永远只会上涨, 不会下跌这个迷信彻底被打破了。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了,原来房价下跌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影响的呀。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从最高层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救市。 甚至,最近最高层开会明确提出, 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前几年,我们每次研讨房地产政策, 讲的都是要保证房住不潮, 要阻止房地产快速上涨, 以便让老百姓买得起房。 而最近,最新的政策定调已经很明确了, 要让房地产止跌回稳。 而且,确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整套的政策都在出台。 先是美国那边降息了, 美国连续涨了两年息, 这个高血压它顶不住了, 它开始降息了。 继而,我国央行御马跟着降息, 而且我们给的是组合权, 我们不光降息, 我们还降存款准备金预, 我们还降存量房贷利率, 我们还降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包括此前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很多优惠政策, 比如说打开限购啊, 比如说购房免期税啊, 比如说取消这个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之分啊, 包括开发商也在不断的打折。 总之,全社会上下其实形成了一整套齐抓共管, 要让房地产止跌回稳的组合权。 为什么要这样? 原因很简单, 我们过去不希望房地产快速上涨, 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房地产就不涨, 因为房地产真的是实体产业, 房地产是我国的经济支柱啊。 大家知道各级地方政府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会有钱修桥补路, 为什么会有钱修体育场, 体育馆, 为什么会有钱照顾孤寡老人吗? 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有税收, 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手里拿到的税收是不多的, 根本不够干这些事了。 十几年以来, 我国地方政府吃的其实都是土地财政的饭, 什么意思啊? 那些地是国家的, 地方政府可以进行收储, 然后拿出来招拍挂, 卖给房地产公司啊, 这个钱是实打实的进入到地方政府的口袋之中的, 然后就可以干很多事。 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十八线的小县城建的都比国外的一线城是富丽堂皇, 这个钱从哪来的? 土地财政来的, 而且过去这些年呢, 我们慢慢还形成了一个经营城市的概念, 什么意思? 地方政府拿有限的资金, 你把这个七通一平做好, 你把这个道路修好, 你把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搞好, 城市建的像花园一样, 你这个城市的土地是不是就值钱了? 你就能卖出更多的钱来, 那么基尔呢, 地方政府收到了钱, 就更有动力去修建更好的城市, 你这个城市土地价格就更高了, 当然你也可以卖出更多的钱了, 当然你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 但是当然这也有个副作用, 就是你这个城市的房价在上涨, 房价上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事恐怕真得一分为二的看, 早几年我们都知道房价快速上涨它不是个好事, 它使得大量的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 它使得大量的老百姓掏空六个钱包被拴在房子上, 所以那个时候任何人站出来说要打压房价, 没有问题, 我们甚至有很多人说房价一下子腰斩才好呢, 房价从一万降到一千才好呢, 那样我就能买得起房了, 但是过去两年的实践让我们知道房价短期之内快速上涨, 这不是个好事, 但是房价快速下跌, 它也不是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讲, 房子恐怕是最重要的资产了, 你一个月才能赚几千块钱, 可是你的房子动辄可能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这个事不是虚的, 在关键时刻卖房抵押房是可以救命的, 而过去两年我们不单遭遇到了房价的急剧下跌, 我们还遭遇到了经济大环境不好, 以至于很多人突然就醒悟了房价快速下跌, 我们等于没有了救命钱, 比如说今天很多影视剧就有这样的展现, 一对中年夫妇本来贷款买了一个大房子, 每月工作还不错, 工资收入足以覆盖这个房贷, 而且房价随着时间的退役还在上涨, 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产阶层, 自己有了可能千万的身家, 然而一夕之间经济形势不好, 他们被降薪裁员了, 他们连房贷都还不起了, 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五年之前, 其实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房子实际上在那些年都是升值的, 可能他买房子的时候, 房价一百万, 首付三十万, 贷款七十万, 等到他被降薪裁员的时候, 房价可能已经涨到三百万了, 最差的情况他可以把房子卖掉, 还掉七十万贷款, 他手里还有一百多万现金, 他足以撑得下去, 房子在关键时刻的救命作用体现出来了, 可是很不幸的是, 如果在当今这个时代, 而他的房子又恰恰买在了一些房价价降非常迅速的城市, 那么麻烦大了, 有很多中年人突然发现, 一方面他还不起房贷了, 另一方面, 由于房价的快速下跌, 已经比他买的时候还要便宜了, 他现在如果把房子卖掉, 对不起, 卖那个钱, 远还银行贷款都不够, 他不单亏掉了首付, 他甚至已经变成负资产了, 所以这些中年人进退两难了, 很多人都说我到底还要不要还房贷, 我没有足够的钱, 我还不起, 而且我现在还房贷, 我都明知道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早就不值那个钱了, 但如果我不还, 不但房子没有了, 自己还上了黑名单, 还道歉银行一大笔钱, 这怎么办啊,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房价高速上涨会让很多人买不起房, 可是房价高速下跌, 会让一大批人直接破产掉, 这个威胁也很大呀, 当然, 这还只是针对普通老百姓, 对于地方政府来讲, 大家可以想想, 倒退几年, 每一年卖地有很多的收入, 政府财政充裕, 可以干很多事, 这两年房子不好卖了, 地也不好卖了, 政府手里没有钱, 以至于有的地方政府, 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 福利大降, 为什么我们说啊, 今年以来, 很多餐馆都开不下去了, 你想想, 老百姓手里如果没有足够的钱, 不愿意出来消费, 连公务员工资都开不出来, 那么你这个餐馆何以为继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房地产是实体经济, 就是因为房地产, 直接公务员的上下游企业就很多, 而房地产兴盛之时, 它所带动的相关产业也非常非常多,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如果你的房价在过去这两年不断上涨, 咱就说每年上涨10%, 你的房子从100万涨到110万, 涨到120万, 你自己心里都挺踏实, 你觉得我越来越富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很愿意出去和朋友来个小聚餐, 喝点小啤酒, 吹点小牛, 可是如果你的房子在过去两年从100万贬到80万, 贬到70万, 甚至把首付都亏光了, 当然了, 你只要不卖房, 理论上讲, 这都是纸面的这个计算, 对你实际生活应当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你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资产在缩水, 你恐怕都想, 哎呀, 有钱我还是攒起来吧, 别随便出去花了, 将来真的到资不抵债那天怎么办呢, 所以房地产的冰冻实际上, 使得我们整条产业链, 整个经济都陷入到了冰冻之中, 因此我们才看到, 从最高层, 现在都要大力推出各种各样政策, 希望房地产市场回暖了, 我想真的, 很多人现在希望回到五年之前吧, 虽然房价在上涨, 好像因为房价快速上涨, 我们买不起房, 但是呢, 所有有房的人, 你起码看到自己的房价涨了, 你心里是快乐的, 所有遭遇到工作困难, 降薪裁员没有钱的人, 他有个退路啊, 把房子卖了, 把房子抵押了, 我还有大把的钱能拿出来渡过难关啊, 当然, 我们并不希望房地产高速上涨, 你年初一万一平, 年底两万一平, 这个肯定是不健康的, 这是过热的, 但是如果房地产能稳步上涨, 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讲, 我现在都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啊, 钱放到银行里, 连2%的回报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 哪怕我买个房子, 房价不跌, 我把房子租出去, 每年还有个3%, 4%的回报, 那也挺好呀, 而今天, 很多人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 因为他虽然知道, 你租房子有3%4%的回报, 但是你一年房价下跌个10%, 你不彻底亏了吗, 所以确实, 过往两年的房地产冰冻期, 真的给我们每个人都上了一个课, 像过往20年间那样, 房地产永远上涨, 不下跌, 高速上涨, 这肯定不好, 经济过热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那样的情况, 再也不会出现了, 但反过来讲, 房地产进入到冰河期, 房子就是降价, 一个月的降, 像环境有的城市, 一下子房子, 那不是腰斩, 那是脚踝斩, 那个房价低到了当时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大家想想, 买房的人, 尤其是贷款买房的人, 他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他能够承受得了吗, 而这一轮, 美国降息了, 我国降息了, 我们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未来很有可能大水漫盖, 市场上的资金会变得更加充裕, 我们的经济有可能实现微型反转, 那么房地产能不能度过冰河期呢, 但是我觉得经过了这一整轮的教育, 我们作为普通人, 应当对房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那就是我们不希望房价高速上涨, 我们也不希望房价快速下跌, 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 我们买房子的目的是为了居住, 我们是看长线的, 不是看短线的, 而房子在关键时刻又能成为我们的压仓石, 能成为我们的救命钱, 不去炒作, 但是人人都有房,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们经济最好的出路吧,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